我讀書的時候,其實也有在做舞台 一直有上舞台 直至最壞事就是廣播 累了你嗎? 找一些機會上舞台 因為舞台的生活是很特別的 在這裡踢一踢的朋友 多謝大家一直支持 最近我也得到賺助商的支持 就是Mini Challenge 和亞洲挑戰賽 送了幾十份禮品給我們 辦法很簡單 只要在影片下方的留言箱就留意 以及在Facebook上Like我們的項目 以及我們訂閱的訂戶 就有機會得獎 經過抽獎之後 就會通知大家聯絡之後就獲獎 連新的用戶一樣有機會獲獎 有機會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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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機會獲獎的過程 是 我想一些新人很容易從模仿開始 是,一定是 一定uyorsun 一說,學兩個 就是阿叔那種 即是他真的踢球的那種不同風格 一個就是比如說 何老鑒的那種 鋪屠不絕 很多畫面 一個專業感和一個專業感 兩種不同的風格 你最初男演都是想 這個又偷試,那個又偷試 但是你知道體育評述最大的特點就是 一句稿都沒有 是的 其中節目是沒有辦法寫下一些東西來講的 那張紙就是那十一個出場運動員 加後面運動員,加教練 少少的背景,兩隊的背景 對賽的紀錄,就這麼簡單 所以,由於你沒有稿 所以你久而久之,你就會發覺 其實沒得學的 叔叔他能夠爆出來的那幾句 你不能定時定後就去抄下他 你見到那個情況,他就會這樣說 於是你慢慢就會覺得 都不是辦法 不如你試一下自己去理解 你自己去消化 用你的方法去講 那段時期難不難呢? 我初初做這一行的時候 由於,所謂的足球評述 就沒有現在那麼煞有介事 這個行,有什麼要 有些年輕人,尤其是很喜歡 德能,我怎麼游泳廣播 那時候其實沒有一種行業 好像我說的 全港只有那幾個 廣播其實是一種節目的類型 跟你報交通,報街市行程 都是一些節目類型的 所以呢,其實沒有太大的壓力 總之,在我工作範圍裏面 我要編導一些體育節目 然後體育節目我又在 於是,我師傅說 那你插些什麼一起講 那好吧,一起講 就這樣 所以呢,由於沒有什麼壓力 也都還沒有形成了一個市場 一個很多的追隨者 或者要有很多的feedback 給你 所以我們那時候幸運一點 就,可以說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就有足夠的時間 讓我們慢慢習慣 慢慢慢慢航習 這樣吧 會不會跟你讀傳理系也有關係呢? 也有的 因為我 因為我不是讀傳理系出身的 所以當我做記者的時候 我所有東西都是新的 那你讀傳理系是不同的嘛 是啊,我們其實讀傳理系 所謂的大眾傳播 平常在讀書的過程裡面 都已經由一些練習 做一些功課是一個無意的電台節目 甚至會有拍一些短的電影 短的電視劇 所以整個生產環境 對我們來說 未至於100%都是陌生 是的 這個當然是有一些幫助 還有我們心理上也有多少預備 例如你讀完詩之後 你出來如果不是揹上相機 拿筆做文字記者 你也可能叫電視記者 是 因此你也有可能已經有了一些 這樣的心理準備 那個過程是比較容易的 但是其實你剛剛出來 離開大學的時候 其實你也嘗試過玩一些畫劇 很多不同類型的東西 我讀書的時候其實也有在做的了 舞台劇 在浸會學院的時候 那個年代其實大專的戲劇風氣是比較高的 比較盛行 那些大專院校間間都有劇社 是 專上學生聯會也有戲劇組 所以就是這樣跟師兄 嘗試踩一下舞台 初初做一些走走走走走 舞台前幕後也幫忙 到後來就開始做一些什麼 有什麼劇總 有什麼劇作 重點了解多一點 就愛上了這個興趣 所以到讀完書之後 我都維持了有 我想10年 都一直有上舞台 直至最壞的是什麼呢 就是廣播 為什麼 累了你嗎 不是 因為要選擇了 其實到了93年 Cable就開台了 當時你老哥就有衛星電視的體育台 是的 那時候就開始你過去接手 就因為開始准 提供一些所謂中文服務 廣東話服務 你那時候開始是普通話先的 普通話服務 我們叫做國語服務 於是需求量大了 或者多波講了 所以那時候的行內又不夠人 形成到我就是經常要廣播 於是經常廣播 就沒有時間排氣了 嗯 慢慢慢慢就由一些重一點的角色 就說 我還很想玩 不如一些如果戲份少一點的那些 輕一點的 不斷排這麼多戲的那些 排兩三次那些就行了 不過再慢慢久而久之 就由台上面 就變成台下面 只做觀眾 嗯 慢慢就 看戲都少了 嗯 但是會不會覺得 就是說 我放棄了一個 我最有興趣的行業呢 一拿體育 嗯 這個玩玩劇 嗯 現在呢就 嗯 舞台表演呢就 規模大了很多了 就是那個 市場也大了的 那如果說 三十多年前呢 其實你說 狂什麼業啊 就是那時候怎麼做舞台劇 就是找不到吃的 就是玩而已 那個心情 就是有興趣的 是的 但是你說我是不是就叫做 跟他斷絕了關係呢 那又沒有必要的 因為其實 又不用註冊 又不用登記 就是你什麼時候幾刻 如果你喜歡 喂 我想再嘗試回 就是那種台版人生的感覺 其實你 仍然可以有些 仍然活躍的朋友 如果他們在搞的演出 那你也可以 喂我慢了車邊 我又來得不可以 那其實都還可以的 現在還有玩的 現在我就沒有 不過呢 其實那時候為什麼 又沒有演戲呢 其中一件事 因為他兒子出生 是的 那你又是要選擇 你想留多點時間給他 是啊 還是去保持自己的興趣 那時候基本上 放下了自己的興趣 把所有工作以外的時間都給了兒子 那現在兒子大了 那我就覺得 他不管你呢 一來啦 哈哈哈哈 那二來呢 就是 不需要說就是常常在他身邊 是的 那我近年都想回 我是不是可以 找回一些機會上舞台呢 因為 就是舞台的生活很特別的 是的 還有呢 真的挺迷人的 嗯 就是做一個舞台劇 排演的過程就長了 做完呢 還有一樣很特別的 你如果有做過舞台的朋友 你可以問一下 那個戲演出完之後 一段時間大約一個星期左右 很空虛的 哦 就是因為你剛剛交完所有的東西 突然間你穿了個洞 就是又不用爬又不用演 但是呢 在這個腦海裡面仍然繞著那些台詞 還記住那些東西 會容易有這些起伏的 不過你也可以由此可見 其實舞台劇是一種 幾迷人的一種嗜好 因為我跟德能呢 其實很多方面都很相似的 譬如說我們做體育 做幕前 做評論員 也都做過很多不同的電視台 也都做過國際的台 是的 其實很多方面都很相似 就是唯一不同 就是舞台劇界的方面 所以我完全是不可以理解 立刻在舞台的吸引地方 因為我很奇怪 我一生人就是丟了到體育上 就沒有做過其他什麼很特別的 你比我還專一 我是很專一做體育 雖然說我是由台前做過 幕後也做過 管理也做過 甚至我做很多的 我們叫做Event Management 的事情 就是一些項目管理的事情 就是搞比賽的搞成 但是我偏偏就是 就是圍繞著體育來搞 不過人生是這樣的 你不能夠真的擁有一切 我其實看你的經歷 我恨到流口水 別這麼說 你只是國際視野 你在世界各地 你見過 親身參與過大型的項目之多 是真的令我非常感激 這些就是 這麼幸運 剛剛就是遇到這些情況 對不對 說回來 這個舞台劇 其實 當然是有一定的吸引地方 是 但是喂 你離開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 喂 我真的 到現在你還說你想玩的 是啊 是的 但是你這麼久以來 舞台劇 你最懷念的 你是做過哪一套呢 我們那個年代呢 香港的本土創作是零的 少 我們整個大專界演出的戲呢 幾乎全部都是一些外國的翻譯劇 是 只能夠從我的翻譯劇裡面 分出一些品種 譬如有一些用德文寫的劇本 所謂的德語系的戲劇 現在很多人都聽過 譬如布羅希特 迪雷馬特 這些戲 這兩個劇作家的戲 我都很喜歡 另外 有些冷門一些 可能是波蘭劇作家 也有 我同時也做過 一些 內地劇作家的戲 至於如果娛樂性豐富一些 可能是 美國的 紐西蒙的劇本 那些戲就 慘了 你說的那麽多人 很開心 保佛石 體育一點點的朋友 要大家幫幫忙 看到下面有個Subscribe 或者訂閱的紅色鈕 麻煩按一按 證明你支持我們 多謝